娱乐圈的奇葩事非常的多 很多都是在大家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就发生了 角七在家的王泉安竟然会出轨 女神董洁竟然和丑男有过暧昧行为 这样的鲜明势力数不胜数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却有著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娱乐圈 一个充满著无限魅力的地方 而今天的主角也是有著相当奇葩的行为 而且还是一对夫妻 他俩就是张志玲和袁咏仪 一对好友遍布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夫妻 这两人的名字肯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一个是爵士的男神 一个是曾经的港姐 低违背影的当家花旦 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可见一般 张志玲自出道以来 唱歌 演戏是他最擅长的两个领域 每当有大排片后举行演唱会时 张志玲几乎是一个最不神秘的 神秘嘉宾了 不仅如此 在演戏方面 张志玲的表现更是耀眼的 让人无法睁开双眼 陆小凤已经成为了后人 无法超越的经典 袁永宜和老公张志玲相比 也是有著非常辉煌的过去 港姐出生 演技在线 首位缠绵香港电影金像 蒋最佳女主角的演员 拿蒋对她而言就是家常便饭 这两个绝对的十年钱将最后走到了一起 身家过亿对两人而言 实在是太简单了 经济问题始终不是两人生活的焦虑点 最让他们焦虑的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为了孩子有一个天真无邪的童年 更为了孩子的人生安全 袁永宜和张志玲选择不把自己演员的身份告诉孩子 不把自己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告诉孩子 想让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普通孩子一般的童年 不受狗仔的影响 不受美光灯的影响 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但 谎言 总有被揭破的一天 在学校老师回访学生家庭时 问张木彤父母的工作性质时 张木彤的第一次回答是警察 隔了一段时间 老师在问时 张木彤却告诉老师 爸爸换工作了 是个寿司师傅 这样的跨度让老师战二和尚摸不住头脑 只能打电话问张志玲 袁永宜夫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乌龙 事件就这样产生了 未来还在袁永宜和张志玲 也是费尽的心思 而现在两夫妻又在忙些什么呢 袁永宜自然是继续做自己演员的梦想 近期更是和国内知名的小花蛋 张嘉宁 小鲜肉王天臣一同主演古装大戏 有老司机在 质量绝对放心 不仅如此 袁永宜还和多年的好友 时不时的聚会 和吴振宇 黄秋升近二十年的情谊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张志玲呢 对于一个爱唱歌 爱演戏 还是卖车的男人而言 除了家庭 其他的时间都在这三个方面了 偶尔唱唱歌 经常去串场 还参加和车友关系的综艺节目 中国赛车手 忠实的一个老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